好啦,那其實今天也聊滿多了 對,信箱也聊完了 最後呢,我今天沒有準備一些互動遊戲 但就是我們之前那些互動遊戲 但我今天準備了一個讓蔣儀來猜的一件事情 來來來 好,那 會不會大家其實不想要看這一段 我覺得大家可以猜一下 對 我的這個題材是疫情年之後連續賽季的紀錄 譬如說連續30轟,連續200K這種 來來來 好,那 打者連續20轟 連續30轟 那有1234567 有這麼多人 有7人達成 連續30轟,7人 有兩人已經在今年延續下去了 喔 好,那我知道是哪兩個人 來 大國翔明跟Aaron Judge 沒錯 那其他你猜猜看 疫情年後 疫情年後2020年 就2021年開始 2021年之後 因為所有這種連續紀錄通通在那一年被斷掉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他那一年說的才60場 對,沒錯 來 所以他有五個人 有30轟的記錄連續 對,還有 我猜猜看 Mookie Bass Mookie Bass 沒有 Mookie Bass沒有 沒有 他有一年蠻傷的 荒手頭有嗎 荒手頭沒有 荒手頭也沒有 對 30轟耶 荒手頭有 對,因為他只有1.2你好像才20幾轟而已 對,20幾轟而已 啊 Kyle Schrober 有 Kyle Schrober 那他今年目前呢 是27轟 差不多啦 因為他之前有上三翔炮 對對對 你要我直接公布答案還是你要繼續猜 我再猜猜看好了 好,你再猜一個 反正現在已經知道說 就是大國跟法官一定 因為都是 因為他們今年都已經超過30轟了 沒錯 法官的40轟了 對 好,我再猜一個 來 Manny Machado 沒有 沒有喔 好,我公布了 好 還有 Pete Alonso 喔 Yordan Alvarez 嗯 Matt Olsen 跟 Austin Riley 那Austin Riley跟 那個 Olsen 今年狀況 有點爛 對 他們現在連20轟都沒有 那 Yordan Alvarez 22紅 Alvarez的話應該還有機會 對 然後Alonso 25紅 所以他們都很接近了 了解了解 OK 對齁 Alonso 沒錯 那再來呢 欸 野手再來一個 哪一個 跑者連續20道 之所以會抓20道 是因為沒有人連續30道 喔 20道 對 呃 那個 Gerard 沒有 沒有 沒有,他2022年才上來了 這個 這個我覺得比較難猜 我直接 直接講好了 Trey Turner Jose Ramirez Tommy Edmond 然後Randy Arozarena Miles Strell Miles Strell是那個 守護者的那個外野手 啊 我有點不確定 我這個發音有沒有完全正確 Stroll Stroll是不是 好 OK 那Trey Turner 我覺得還是蠻有機會的 那 欸 不對 先說 Jose Ramirez 已經連續下去了 恭喜他 對 他真的很不簡單 能轟又能跑 那 Turner的話 目前13道 他今年跑不多啊 因為他今年有一段時間受傷 缺戰了 那 Tommy Edmond 他今年 因為 今年受傷 所以 目前還是零 那 Arozarena 16道 那差不多了 有機會 但他的成功率是有點悲劇 呃 好 對 那再來最後那個 守護者的這一位 Miles Strell Stroll 他今年也還沒有出賽 受傷 所以 今年目前最有可能就是 Arozarena No Trekter 那應該拚拚拚看 對 好 那後援投手 因為我知道不知道什麼數據好好講的 嘿 我就抓一個比較尷尬的 什麼 後援 連續賽季出賽70場 70場 就很難手 你知道這是一件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確實 你要健康 然後要受重用 對對對 對 這我真的 這個完全沒有概念 好 Hector Neres Oh Neres 然後 Emmanuel Klase Klase 合理合理 超強 那Klase目前已經出賽超過50場 所以我覺得他機會比較大 而且 守護者今天戰具就好 對 所以應該常常會看到他出現 那Neres的話就比較 比出賽數就有一點 就是之後要趕進度 43場而已 啊 對 好 那 重重系 先發連續賽季 200K 200K喔 有 12345 5個人 Zach Wheeler Zach Wheeler 沒有 Wheeler沒有200K 他中間有一季就是比較傷 喔 我想說他是很長200K啊 對 Garry Cole 有 對 但Garry Cole經典沒機會 因為他受傷 對 他出賽數真的是 太少了 對 Garry Cole 有幾個人 五個人 五個人 Sandy Akantra 沒有啊 他去年就 他去年沒200K啊 去年就傷了啊 他去年爆掉的時候沒200K啊 我以為他在手裡 沒有沒有 Colbin Burns Colbin Burns Colbin 漂亮喔 還有誰啊 剩下的這幾個人 通通沒有拿過賽季獎 都沒拿過賽季獎 都沒拿過 啊 那個 Strider 沒有 沒有 他不是在2011年上代孔 他第一年只有後緣比較多 喔 對對對 他是馬批轉的 對 然後我公佈了嗎 三個 好 再猜一個好了 好 來 再一個看看 那個釀酒人的 釀酒人的那個誰啊 那個 Fred... Freddy Perroton 沒有 他沒有 他那麼會K欸 他沒有 Freddy Perroton Freddy Perroton在2022年沒有 他那一年應該是有受傷 所以出賽數不多 喔 要不然他強到200K嘛 他都有200K吧 對對對 他健康的時候都有200 好吧 好 我公佈答案 來 Dylan Seas 不意外吧 不意外 不意外 蠻會可以的 Aaron Nola Aaron Nola 他勝在健康 他幾乎沒有大學賽 沒錯沒錯 Kevin Gaussman Gaussman 有沒有 不過Gaussman今年是不是有點困難 今年其實大家都有點困難 像是Cobin Burns 現在才132 那有點少 對 那Gaussman 121 那再來的話 Aaron Nola 134 那Dylan Seas比較有機會 因為他還是很會K 176 那Dylan Seas應該會有機會 延續一下學生 沒錯沒錯 對啦 Nola跟William比的話 Nola真的是比較健康 沒有錯 沒錯 有沒有 還 我覺得這個互動還行啊 還蠻 那個對 好啦 這個 其實名單也不算太意外 對 只有剛才那個70 真的有點太硬湊了 有點太難 不是 因為後援投手 就很難抓出一個連續的紀錄 連續30是救援成功最大 那我覺得 救援成功就是有一點 運氣運氣的數據 也是啊 這跟順滲透也是有點像 你在到齊 你在守護者 可以拿到救援次數 跟你在紅人可以拿到守護 救援成功次數 這完全不一樣 你只是想要嗆紅人而已吧 沒錯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運氣的數據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應該沒有拿 沒有任何一項數據是用 是比較運氣的 滲透彈雕 然後什麼防禦率沒有這樣 防禦率其實可以考慮 但是這個標準蠻浮動的 反正山陣就真的是個人的能力展現 防禦率還有一個問題 你投手黏跟打者黏 差別很大 也是 好啦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種互動 這種類型 如果大家覺得不爽 想要罵我們就罵 沒關係 想要罵就罵 就罵我罵 也可以罵我 反正我常被罵 OK了 反正罵的有道理 我們會聽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第35集 Honeywalker 就到這邊 如果聽過幹話 想聽更多幹話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在閘議 請問照片 我們下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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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帖